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卓威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大独裁者》 上映于1940年 当时纳粹已经哄扫欧洲 是纳粹最如日中天的时候 1918年,已战的前线战场 托米尼亚国内已经发生了革命 战争即将结束 但前线战场依然坚信能摧毁敌军 继续作战 本来打算射向巴黎圣母院的炮弹 打中了荒郊野外的小屋 第二枚则直接从炮筒掉了出来 还放起了烟花 敌军开始冲锋 士兵们全体上次到 理发师在浓厚的烟雾里迷路了 走着走着和敌方士兵走到了一起 逃掉之后 意外地救了一位将军 两人开着轰炸机逃掉 将军本来已经晕过去 当飞机上下颠倒 脑子充血又恢复了过来 将军问理发师 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理发师说 太阳 太阳正在发着光芒呢 怀表从兜里掉了出来 重理发则失去了作用 水也掉到天上去 飞机的燃油耗尽 两人坠机 士兵救起了将军 告诉他 战争已经结束了 坠机后 理发师的头部受到撞击 失去了记忆 只记得自己是个理发师 理发师在医院住了一年多 这期间 元首以残酷的手段 统治了国家 自由被蹂躏 图米尼亚的大街上树立着很多伟大的艺术品 比如今天的维纳斯 未来的思考者 汉纳的双亲死于战争 被理发师的房东好心收留 外面找不到工作 就留下来照顾房东先生 洗衣服 做饭 汉纳在街上看到党卫军打砸抢烧 心中愤愤不平地说了几句 党卫军拿抢去的番茄砸向汉纳 理发师终于出院 但是对于这一年来 外面世界发生的变化 他一无所知 党卫军在理发师的店铺 写下犹太人 理发师给擦掉 和党卫军打了一架 重巧是在汉纳的窗下 汉纳学着红太郎 能凭帝国砸晕了党卫军 理发师来了兴致 还跳了一段 听到这里发生了犹太人暴动 更多的党卫军赶来 要把理发师绞死 这时将军来了 认出了理发师 哦我的朋友 你救过我的命 你还记得吗 将军告诉士兵们 这个犹太人和他的朋友 以后不会有麻烦 大家清楚吗 元首总天都在工作 连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伟大的事业 就是要不停地加班 给元首画肖像 和雕塑的艺术家 24小时待命 国防部长带来了 新的防弹衣发明 被元首一枪毙命 此外 还有世界上最小的降落伞 像一坨屎一样戴在头上 博士从窗户上跳了下去 变成了一坨屎 元首要进攻奥地鲁 缺钱 让内务部长去为银行家借 可之前借的钱都没还 已经没人愿意借钱了 只有一个银行家 但是是犹太人 元首说不要紧 借 干大事者不拘小节 暂时放松对犹太人的重策 房东对理发师说 最近太平静了 平静得不正常 有可能的话 我们还是要到奥地鲁去 那里还是个自由之地 房东还告诉理发师 你在医院这一年 可发生了不少事 男人都去打仗了 没几个人在理发 你要学习一下美容 赚女人的钱可容易多了 本就喜欢理发师的汉娜 做了理发师的第一位顾客 被打理过之后 汉娜惊讶于自己原来这么漂亮 刚才还是个满腹牢骚的妇女 现在变成了举止优雅的淑女 内务部长告诉元首 让我们杀光犹太人 进攻奥地鲁 所有的国家都会陆续投降 到那时 你就是地球的独裁者 你就是神 你是主宰一切的光 元首拿起地球来 在手上把玩 砰的一声 世界在元首面前爆掉 上下一块破步 理发师跟着布拉姆斯的 匈牙利舞曲 给过和刮胡子 手起刀落 一丝不差 干净利落 汉娜和理发师 重视确立了关系 趁着最近平静的时光 准备出去约会 此时那个犹太人银行家 拒绝了元首的借款请求 因为元首对元首的镇压 元首暴跳如雷 让将军去摧毁 犹太人的居民区 将军拒绝了 内部人道 将军被元首以判过罪 打入监牢 理发师和汉娜 穿戴整齐 迈出大门 外面一派祥和景象 汉娜甚至觉得元首不是坏人 在理发师要买下 两枚元首的勋章时 听到广播里 传来元首的演讲 他要摧毁 犹太人的居民区 商店纷纷关门停业 理发师跑得慢了点 被党卫军抓到 此时将军也被打入监牢 失去了将军的庇护 理发师的店铺 被党卫军直接炸掉 将军偷偷跑了出来 想炸掉元首的总统府 还让汉娜 在点心里放上一枚硬币 汉娜觉得炸掉总统府 实在是天方夜谭 不过将军太浓缩 他也只好答应下来 将军说 谁要是吃了硬币 谁就牺牲自己 为了保全大家去炸掉总统府 实际上汉娜在每个点心里 都放上了硬币 每个人也都吃到了 不过都偷偷地把硬币 放到别人的碗里 理发师不知不觉 吃了三枚硬币 打嗝都是硬币 哐当作响 报纸上说 将军有可能藏在犹太人区 还要传唤将军的朋友理发师 将军和理发师逃到无底 不过最终还是被党卫军抓到 房东带着汉娜去了奥地鲁 种植葡萄 过上了安静简单的生活 汉娜在奥地鲁给理发师写信 告诉他那里的一切 期待着有一天 理发师也能到奥地鲁来 纳帕隆尼偷偷派兵到奥地鲁的边境 这让元首大为不满 立刻进军奥地鲁 向纳帕隆尼宣战 刚刚签完字 纳帕隆尼打来电话 就奥地鲁的事情 想要和元首谈谈 元首的火车站迎接 火车总是停不对地方 元首在乐台上跑来跑去 两人见面还先跳了一顿 照相的时候 都想站在后面 那样显脸小 纳帕隆尼气场失足 完全把元首压了下去 内部部长想了很多办法 提高元首的个人魅力 比如让纳帕隆尼坐得更低 这样就会仰视元首 纳帕隆尼不按套路出牌 嫌椅子太低 直接坐在桌子上 还把元首的雕像当盐灰缸 元首带着纳帕隆尼去理发 逛面 两人坐着的椅子 要正过高低 晚宴后 元首要和纳帕隆尼 讨论奥地利的问题 元首要求 你先撤兵 我就签和平协议 纳帕隆尼认为 你要先签协议 我才能撤兵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拿面条和面包打了起来 内部部长告诉元首 签字 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 你签字 他撤兵 然后你就去野外打猎 让纳帕隆尼放松警惕 我们趁机进攻奥地鲁 就这么简单 将军带着理发师 从监狱逃了出来 准备去奥地鲁 与此同时 元首一个人在湖中打猎 监狱的士兵 误把元首当成理发师 抓了回去 和将军走在一起的理发师 被当成元首 受到热烈欢迎 一切都准备就绪 请你指示 将军示意理发师 理发师说 同意 纳帕隆尼已经从奥地鲁的 边境撤兵 元首的部队轻易占领了奥地鲁 网东和汉纳的葡萄园 也被党为军破坏 理发师被推上演讲台 全世界都在等你讲话 理发师说 我可不会讲话 将军说 必须要说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理发师站在麦克风前 发表了影史上著名的 七分钟演讲 遗憾得很 我并不想当皇帝 那不是我干的行当 我既不想统治任何人 也不想终服任何人 如果可能的话 我倒想帮助所有的人 不论是犹太人 还是非犹太人 是黑中人 还是白中人 我们都要互相帮助 做人就是应当如此 我们要把生活 建筑在别人的幸福上 而不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我们不要彼此纵恨 不相鄙视 这个世界上 有足够的地方 让所有人生活 大地是富饶的 是可以使每一个人 都风一族时的 生活的道路 可以是自由的 美丽的 只可惜 我们迷失了方向 贪婪 毒化了人的灵魂 在全世界 筑起了仇恨的壁垒 强迫我们踏着正步 走向苦难 进行屠杀 我们发展了速度 但是我们隔离了自己 机器应当是创造财富的 但它们反而给我们带来了贫情 我们有了知识 反而看破一切 我们学得聪明乖巧了 反而变得冷酷无情了 我们头脑用的太多了 感情用的太少了 我们更需要的 不是机器 而是人形 我们更需要的 不是聪明乖巧 而是仁慈 温情 缺少了这些东西 人生就会变得凶暴 一切也就都完了 飞机和无线电 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这些东西的性质 本身就是为了发挥 人类的优良品质 要求全世界的人彼此有爱 要求我们大家互相团结 现在的世界上 就有千百万人彼此有爱 要求我们大家互相团结 现在的世界上 就有千百万人听到我的声音 千百万失望的男人 女人 小孩 他们都是一个制度下的受害者 这个制度使人们受尽磨难 把无辜者投进监狱 我要向那些听见我讲话的人说 不要绝望 我们现在受的苦难 这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 在即将消逝之前 发泄他们的怨毒 满足他们的贪婪 这些人的仇恨是会消逝的 独裁者是会灭亡的 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取的权利 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只要我们不怕死 自由是永远不会消逝的 战士们 你们别为那些野兽们去卖命 他们鄙视你们 奴役你们 统治你们 吩咐你们应该做什么 应当想什么 应该怀抱什么样的感情 他们强迫你们去操练 限定你们的伙食 把你们当松口 用你们当炮灰 你们别去受这些丧了理性的人的摆布了 他们都是一伙机器人 长的是机器人脑袋 有的是机器人的心肝 可你们不是机器 你们是人 你们心里有着人类的爱 不要仇恨 只有那些得不到爱护的人 才会仇恨 那些得不到爱护 而丧失了理性的人 才会仇恨 战士们 不要为奴役而奋斗 要为自由而奋斗 路加福音第17章里写着 神的国 就在人的心里 不是一个人 或一群人的心里 而是所有人的心里 在你们的心里 你们人民 有这样的力量 有创造机器的力量 有创造幸福的力量 你们人民 有力量建立起自己美好的生活 使生活富有意义 那么为了民主 就让我们进行战斗 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美好的世界 它致使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 它使年轻人有光明的前途 老年人得到安定稳定的生活 那些野兽也就是用这些诺言 窃取了权力 但是他们说谎 他们从来不去履行他们的诺言 他们永远不会履行他们的诺言 独裁者自己享有自由 但是他们是人民沦为奴隶 现在就让我们进行斗争 为了解放全世界 为了消除国家的壁垒 为了消除贪婪 仇恨 顽固 让我们进行斗争 为了建立一个理智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上 科学与进步 将使我们所有人获得幸福 战士们 为了民主 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尾巴 这世界 唯一的关系就是合作 身体里的器官 细胞 组虫 各种复杂机器紧密合作 才能维持着身体的正常运行 宇宙星球之间 彼此吸引 旋转 一切皆是合作 扩展到人与人 共识如此 合作是永红 且唯一的主题 人类的科技 已经发展到 能把卫星送上太空 而精神上 却像个野狗一样 眼睛一直盯着地下 不想仇视 憎恨 撕咬 彼此消耗 为了一些莫名其妙 根本就是鬼话 没人听懂的原因 信仰 理念不相伤害 筑起越来越多的围栏 各种标签 各种形式 把人与人 区隔开 分离开 陌生 猜忌 物欲洪流 机器越来越先进 世界却越来越贫困 在我粗浅的认知下 人类可以保留国与国的界限 民族 文化 语言 多样性是有趣的 但是不能成为彼此冲突的理论来源 对某一领域 或兴趣 又共同目标的人 彼此合作 组成组织 更大力量地 去完成那个目标 和兴趣 国与国也应该 尤其只有合作 对外太空的探索 对地球的充分开发 宇宙这么大 足够养活所有的人类 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以及非生物 有多少有趣的事情 有多少急待开发的领域 打来打去 占领 侵略 忠服 幼稚 中学时有的同学 讲凯撒的名言 我来过 我看见 我忠服 刻在桌子上 老师竟然还鼓励他 可见人的脑子 被腐蚀到什么程度 青山依旧在 极度夕阳红 忠服个屁 大独裁者 上映于1940年 纳粹当时 已经红扫欧洲 全世界都笼罩在 战争的乌云之下 1938年开始写剧本 第一稿遭到了 德国纳粹的强烈反应 德国驻美外交官 告诉美国制片厂 如果朱贝林 把这个拍成电影 德国将禁止 所有美国影片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1939年 第二次修改后的 加入了莫索里尼的版本 这样显得希特勒不孤单 即便如此 在纳粹最猖狂的时候 拍这样的电影 朱贝林 依然是面对着生命危险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国家电影冬季处 将大独裁者列为 在文化上 历史上和艺术上 都具有重大意义的电影 反战电影 几乎都是战后总结 唯有这一部 是在纳粹如日中天之际 给疯子们的当头一击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 都不是战后总结类电影 能够比拟的 仅喜剧元素来说 也是前所未有的精彩 末篇时代的喜剧元素 在理发店的一幕 被发挥到极致 理发师跟着音乐节奏 给个人刮胡子 我很好奇 如果换成威廉·推尔续曲 会是什么样子 元首往裤裆里浇水 把欲望之火浇灭 把地球拿在手上玩 结果爆掉 不仅如此 有声电影多了语言 卓贝林在语言元素的 喜剧运营也有开创 他瞎编的德语 中间夹杂着清晰发音的 垃圾、香蕉、猪肝等单词 根本就是不之所以的鸟语 是鬼话 哦对了 卓贝林还说 只要能让他知道 希特勒对这部电影的观感 无论让他付出什么代价 他都愿意